台74线中章快速道路北上污日段 在昨天发生了三车追撞车祸 其中轿车 残照游览车跟托板车前后给夹击 女驾驶送医之后宣告不治 但是当时她的车上还在有 她分别只有三岁跟一岁了两个小孩 幸好孩子们只有受到轻伤 因为当时有乘坐儿童坐椅才逃过一死 死者家属相当伤心 则明没想到在两个孩子出门上学 从此母子两天人永隔 而现在撞击瞬间的画面也破了光 撞击瞬间曝光 白色轿车遭后方游览车高速追撞 往前挤压再撞前方大货车 挡风剥离瞬间全裂 白色轿车成了假新饼干 心理箱和后座瞬间消失 车底解体盘出车外 三岁小男童被救出满脸惊恐不断哭泣 但小男童的妈妈可就没那么幸运 被救出时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我幸福就乖了 怎么这么 跪在一位外头不断向神明祈求救救媳妇 婆婆说两个孙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 每天都由媳妇开车再送两个孩子到幼稚园上学 则们也没想到会在途中发生意外 接获二号四尔丈夫赶索警局 看到残破的车壳泪水早已流干 救援的小男分队也沉痛了在脸书发文 妈妈很禁责让孩子坐在安全座椅上系上安全带 得以保全孩子性命 送一途中海地顺着跟妈妈说孩子没事请放心 也呼吁大家系上安全带保持距离 别让我们再承受这样的生离死别 此时局去看得令人迷损 记得中部 送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